火車 火車 哈囉 歡迎來到5到5時 誰都能夠聽得懂的國際關頻道 我是Lara 我們上次提到了 黑色的三角貿易對不對 歐洲人到了非洲 找了一大群的奴隸 然後再運到了美洲 運用這些人力來幫他們 種植他們所需要的一些作物 最後再運回去 時間再拉近一點 美國從英國獨立之後的100年 发生了美国史上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南北战争 讲到南北战争呢 我们的脑袋里面可能会跳出来一个人的样子 解放黑奴的总统林肯 很多人会以为说呢 美国的这个内战啊 南北战争是为了解放黑奴而战的 其实并不是 美国的北方呢 他们着重是在于发展工业 而美国的南方呢 他们则是因为他们的气候条件等等的原因 着重在于比较传统的农业 尤其是庄园农业 他们需要很多的人力去采集棉花 所以呢 他们需要大量的续农 美国南方他们采集了棉花之后 他们就会卖到英国去 货越多出去 钱就越多进来 刮罪越低呢 英国人就越愿意买嘛 这就跟美国的北边完全不一样咯 当时候北方他们着重在发展他们的工业 他们要投资很多的钱 买机器 盖工厂 铺很多的铁路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 他需要有一段的时间 慢慢的让产业发展起来 他就不希望国外的产品可以很容易的卖进来 于是他们就希望能够提高关税 所以啦 美国的北方呢 限制多 关税高 保护 美国的南方呢 限制少 关税低 自由贸易 那在这个分歧之下呢 战争呢 就这样子一触即发了 所以在1861年呢 他们就开始了 南北战争 美国的内战 到了1862年 也就是战争的第二年的时候呢 林肯呢 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解放黑奴宣言 当时候呢 在南方军里面呢 其实有非常大的比例呢 都是有黑奴组成的 所以林肯呢 他这一招就很高啦 他说 诶 我现在解放了你们自由咯 不用被人家强迫去 为别人打仗 对不对 你可以为你自己打仗 那一两年间呢 就有非常多的 南方的黑人军呢 他们就跑到了北方去 战争在四年之后 结束了1865年呢 南北正式统一 也翻布了 宪法的第十三条修正案 确立了美国这个 主权的完整性 及人权的平等 所谓的黑奴 也就正式的被解放了 不过你知道吗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宪法规定不行 那我们也来制定一些法令吧 有大大小小的这些 黑人法令呢 就规定了一些 非常不人道的规定 比如说他们规定 黑人不可以结婚 那如果跟白人有争执的时候呢 黑人的俗法呢 是不被裁正的 透过这些 后来再加定的 低于宪法的法令呢 他们让黑人的权力呢 完全完全的被压缩 另外一个法令呢 它叫做 Jim Crow Low 在1829年的时候 有一个白人的 演艺人员吧 他呢 就做了一首曲子 叫做 Jump Jim Crow 他把自己的脸呢 就涂得黑黑的 在舞台上面呢 就又唱又跳 而且是非常滑稽的那种 舞蹈跟歌曲 他表演的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黑人的奴隶 他想要去讽刺当时候呢 这样子一些种族歧视的行为 不过呢 很可惜的 100年之后呢 他的这个想法被扭曲了 变成是黑人种族歧视的一个根源 不是非洲裔的人 为了表演的需求呢 可能会把自己的脸涂黑 去扮演成黑人的一个角色 通常这样子的角色呢 刻板印象里面都是一些比较愚蠢的 台下的人看呢 当然会笑 可是那种笑是带有一种优越感的笑 那这个 Jim Crow Low 它在后来呢 就变成了是一个正式的 种族隔离政策哦 就是白人跟黑人呢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必须分开来 比如说这个餐厅呢 它可能会写一个wide only 只有白人可以进去 还有坐公车的时候 前面的位置呢 都是给白人坐的 后面有黑人区 如果白人呢 的位置坐完了 他可以去黑人区坐 你要浪位 这是后来呢 又发生了一个公车的事件 我们在下一集呢 会讲的 而这个呢 种族隔离政策呢 到了1965年 才在美国的全境 完全的被禁止 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要来正式的进入 在这 60年以来呢 MLK马丁路德金呢 跟其他人的故事 那我们下周见咯 bye